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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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野君's TLV Channel OK 那本期啊给大家分享的是2021年啊 应该是几月份啊 想一下啊 9月份的部分新车啊 那其实是两款这个达克桑的皮卡 那一款呢是普林斯通轮胎店涂装的 那还有一款其实它是一个北美版本的 那北美版本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后面有一个后抖 而且是可以取下来的 那这次也是非常的意外啊 又出了一款普林斯通轮胎店对应的小车 那我猜测啊 由于这个普林斯通轮胎店这个场景啊 卖的没有横冰轮胎店这么好 所以啊它需要加一些别的小车 来刺激下这一款场景的销量 而且啊这次推出的小车也是相对比较重量的啊 是一款达特桑的皮卡 那达特桑是什么 这个玩小车的小伙伴都知道 大名鼎鼎 不过呢 这次的达特桑啊 并不是510达特桑啊 那它对应的型号是达特桑1300 很显然这个黄色的漆啊 还是一个老毛病啊 容易露地漆 我们看一下 基盖上面其实啊 这边有点泛绿 那这款小车其实最大的亮点啊 除了这个普林斯通的轮胎店啊 那就是这款小车的轮骨 非常的正亮 bling bling的 我们看一下这款小车的前脸 应该说是做的非常的惊喜啊 不过呢 这个大灯啊 感觉处理的有点像白内障一样 那尾部的话 其实就没有独立灯了 基本上都是涂装啊 所以我们看一下底盘 底盘的这款小车的话 是一个恒金底 细节刻画比较简单吧 不过这个传动轴什么 还是给你做出来啦 那我们顺便看一下这款北美版本的 那么这两款车的话 我们看一下最大的区别 应该就是这个方向盘啊 就是驾驶位 北美版本是一个左舵的啊 这个普林斯通版本啊 它是一个右舵的 不仅如此啊 这个与刷刮的方向 我们看一下也是不一样的 那两款小车轮骨样式也是不一样的 不过都是非常好的还原了 那个年代这种小车的轮骨盖啊 和那大饼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斗 车斗的话是可以拿下来的 那我一开始以为这个车斗会是一个合金的 但会发现是一个塑料的 一开始有点失望 但是我后来想一下 它为什么要塑料 可能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因素 那就是如果是合金的话 其实你一直这样插拔插拔啊 漆面是很容易滑滑的 但如果是塑料的话 其实啊就可以比较好的避免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北美版本后面大大的达特桑啊 可见也是达特桑当时在海外的话 也是非常的受欢迎 你盘尾部啊跟普林斯通轮胎店啊 不一样的就是它还有两个这个防撞 这个我猜测啊 可能是跟当地的相关法规有关 就是你这个车要在这个地方卖的话 这个后面的防撞杆啊得必须有 那这两款皮卡虽然不是达特桑510 但是也是内部有着达特桑的血液 那整体来看的话 其实还是有一些510的设计语言的基因在里面 对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一款小的啊 也是普林斯通轮胎店的小车 那它是来自马自达的一个小货车 那这款小车其实啊 那应该比较熟悉了啊 在它之前还有A跟B两个涂装 一个是搬箱子的 还有一个是搬油桶的 像这种马自达的K卡 我真的是拆开来之后就被它蒙住了 ok那本期的这个普林斯通轮胎店相关的小车啊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边 我是解军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视频频道 那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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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